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软实力MIT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今天是礼拜二 在我们的花莲的专题报导当中 今天的MIT软实力 我们非常谢谢在花莲很知名的歌手 而且她也是音乐创作人 同时她也是很优秀的演员 才华四亿 非常谢谢阿洛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阿洛早 Coco姐早 今天我好荣幸来上你的节目 我也好荣幸到花莲来 欢迎来花莲 就在你的家乡 对 在我的家乡 这是更难得的 我们在东台湾广播电台的现场 来做花莲的专辑 昨天我们访问了一位有机农场的年轻人 还访问了傅昆熙县长 今天我们的MIT软实力 非常谢谢 现在在原住民电台 电视台主持节目的阿洛 来到我们的节目 底下我们要访问的是花莲市长的候选人 也是一位女性张美慧小姐 阿洛你的家就从小就生长在 我们的东台湾广播电台的附近 是不是 应该好像我小时候出生是在花莲县玉林 对 然后后来到了台东 因为父亲工作的关系 后来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就搬又搬回来 对 花莲 我就是在这附近 就在广播电台的附近 所以各位 我可以这样面对面的亲眼看到 阿洛的眼睛鼻子嘴巴都好深邃 然后又有一张巴掌脸 怪不得他的太阳的孩子的这张专辑 在一推出的时候就得到了非常多的赞赏 而你还得到了一个演员奖 对不对 最佳新人 他是太阳孩子 是去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对 你好有才气哦 你是阿美族 阿美族 爸爸妈妈都是春的 对 春的 阿美族被认为是原住民的 这个同胞当中是 对唱歌是最突出的吗 应该讲说 我觉得台湾很厉害 就是说台湾岛这么小 但每一个族群的语言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族的歌都不一样 那阿美族就是 应该是人数最多 也是歌谣最丰富的一个族群 目前以台湾来看 就是阿美族传承下来的歌 就是用阿美族语 因为我常常就是问我阿公 我就说阿公为什么我们那么多歌 因为我们很多歌都是虚词 你有听过《侯海燕》 可是我后来 我爸爸讲到一个 因为我爸爸是田野采集的音乐老师 他讲了一句话 他就说以前他听老人家讲 他后来他得到一个结论 他觉得阿美族人唱歌 唱歌这件事 因为我们是口传的民族 所以唱歌其实是胜过于言语的 所以从小你爸爸叫你乖乖睡觉吃奶奶 就是用唱歌唱给你听 我小时候我的 是老人家生气的时候也可以用唱的 是真的 生气骂人用唱的 对然后 哇好酷 谈情告白的时候也用唱的 是啊 对以前的生活是这样 我认为以前可以 要讲话的几率好像不太多 然后工作的时候也可以这样 这边跟这边在唱歌 就像客家可以唱三歌 这是这样子 阿罗你们家有多好歌兄弟姐妹 三个 我最小 你最小 上面有 两个哥哥 两个哥哥 也会唱歌 很会唱歌 呃 爸爸是老师 田野采集的音乐老师 嗯 欸妈妈咧 妈妈超会唱歌的 哈哈哈 再说你的阿公阿嬷 也很会唱歌 对我觉得他们是天生的 哦 就是生活就在唱歌了 哦 嗯 那但是你又不一样啊 你除了会唱歌 你还会创作 你还会演习 你还会主持电视节 嗯 就想要透过不同的平台 试试看自己 有没有表现 哦 表现一些机会这样子 不然如果跟别的歌手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 有的原住民歌手里面 阿美族当然最典型的 还是阿妹嘛 对不对 对 主流歌手的 主流 他就是流行乐曲的歌手 对 可是你所专注的非常不一样 你专门要把你的母语 族语的歌曲 嗯 把它流传下来 你创作的也是你的族语的歌曲 对 是 这个很困难啊 你从小就讲阿美族话 其实我有一段很 就是很简单讲一下 我的小小的故事 就是说 我小时候是给外婆带大的 哦 因为父母亲的工作 非常会唱歌 那我的外婆呢 我小时候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语言 就是阿美语 哦 然后后来我国小一年级 我就到市区 哦 市区来念 那时候班上只有一个原住民的学生 嗯 后来因为我的口音太奇怪了 就被同学笑 哦 因为我那时候不太会讲国语 哦 我觉得全世界应该只有阿美国啊 这样子 然后后来 我就不会讲 我就不太 口语就 就是口齿很不轻嘛 所以后来 我就被同学笑 所以我在那一年 我就觉得 好像自己会讲母语 当原住民是一件非常丢点的事 嗯 后来我就很认真的 参加了国语演讲比赛 就自证腔圆学国语 所以你现在很自证腔圆啊 也没有 也没有 后来你知道 非常自证腔圆 后来我就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我的轮廓 就听到声音 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原住民的小孩 能有一个成长的过程 然后这个故事 也收录在太阳的孩子的电影 这是我真实的故事 后来我在台北 我念大学的 最高分的两个科目 就是英文跟国文 中文 哦 所以那时候 我已经深深地把语言抛弃了 嗯 然后直到后来我的 呃外公去世那一年 我回来 呃奔丧的时候 我要跟外婆 讲话 我完全不会讲母语了 完全完全都不会 嗯 那个对我来说 是生命当中一个非常大的重挫 所以我一直觉得说 我有一天我会讲英文跟中文 我一定可以把我的母语学回来 嗯 所以我在大学那一年 我就开始立志当一个 足语 因为你知道学唱歌 是学语言最好的方法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写母语歌是为了 当初是为了要练母语的 嗯 一直到现在就觉得 很多人的成长 好像都有类似像你这种经验 嗯 就是他在这个 灵魂深处的某种挣扎 嗯 认同 嗯 这是一个认同 那这个你在小时候 讲阿美族语 如果 呃 在同才的这种 呃 认同上面出现了一些障碍 嗯 你就会去 学 所以这个 阿罗讲的很 对哦 如果 光听你讲话 嗯 不太会辨识出来 你是呃 阿美族 对 因为你 自证 腔员 那时候真的是 自证腔员 后来我在大学的时候读到一本书 就是那个法国一个呃 就是后知名的一个学者 他写的叫 这个法农 他写的一本书叫做 呃 黑皮肤白面具 嗯 他里面有一句话 他就说 当法国的黑人 嗯 讲了一口 道地的 法文的时候 优雅的法文 他就在 那一个时候 他突然间觉得自己皮肤好像变白了一点 嗯 我那时候大学在念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真的是 你突然 突然不寒而临发生 对 我就觉得说 我其实我很能够理解这种东西 当我们学的 学教育 学 学汉人的这些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们就脱离自己越来越远 这样 结果阿罗就 在这个关键时刻就回到了灵魂的自我 对不对 所以你有把阿美族语又学回来了 学回来了 你好厉害 我就是 你小时候的话 用歌 对对对 用歌 然后用 就在台北学很困难 那时候就见到谁都要想说 我们可以讲一下母语吗 跟谁讲 我就找那种同侪 我那时候真的是找同侪很多 然后我还刻意开了一个班 然后跟大家一起讲母语 这样子 学生时代很有企图心 所以你的第一张专辑 就是太阳的孩子 太阳月亮 这张专辑 对 太阳的孩子 太阳的孩子是 电影 太阳月亮是 全部是你的创作 全部都是我的创作 全部是族语 我们来听一下 阿美族语 而且那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 创作呢 是 我会弹吉他 会弹钢琴 然后会 吉他钢琴是自学的 从小学的 就从小就有这个才学的 从小没有 就认真 也是认真学的 为什么你就有这种特殊的 特殊的 没有啦 天赋的 我也是有认真学的 感谢祖先 感谢祖先 很熟悉 很熟悉 一个故事跟传承 对你来讲 这个创作 其实有的时候 也是去追寻 灵魂深处啊 也是有挣扎 有痛苦 也有神话吧 对 也有快乐 好像还有某种程度的 救赎吧 也是 对对 我很懂这种感受 这个的确是我生命当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专辞跟历程 在历经了 自证腔缘 国语跟中文 这个考试都 考得非常高的时候 你又回过头来 回到了你的生长的地方 对 以你的母语为荣 绝对是 以母语为荣 我觉得跟台湾社会的 整个的转变也很有关系吧 对不对 那刚才我们的 你刚才那么优美的 那一段是什么意思啊 那句话就是说 我们 这个是我在十几年 就我现在距离 应该是我在 十几年前创作的歌 那是我第一首 在认同 持写的一首歌 然后这首歌 它的歌词在讲说 我们以前祖先们 跟我们讲的话 我们现在已经不见了 失去了 然后打猎的山 我们也忘了 然后捕鱼的海 我们也不认识它 然后我就在讲 这种失落的东西 对 然后后面就一直 就很像 海浪一直不断地拍打 就是一直在呼唤 一直呼唤 好像就是 当太平洋的海 不断拍打 我们的歌 好像就可以一直 这样唱下去的那种感觉 在你这个努力去学这个 我们所谓的国语 施政腔圆的过程当中 你那个时候 你的爸爸妈妈 或是你的这个外公外婆 他们怎么看 还是 就让你自己 活出你自己 再毁到一个 这个族语的灵魂里面吗 其实我父母亲 他们那时候 因为我们从小就受 就受教育嘛 然后 我们就没有特别觉得 自己一定要 要把母语学回来嘛 因为那个社会的氛围 对对对 因为那时候大家 都是觉得 我们一定要迎向主流 迎向现在的 你知道就是 跟竞争的环境 可是后来我长大的时候 我在做反省的时候 就父母亲也很 很觉得 刚开始他们也很 不知道怎么适应 因为他们突然间 觉得我要跟他们讲母语了 对 是哦 但是阿公阿嬷 但是阿嬷还在 阿嬷 她远远都 因为我从小的母语的启蒙是 是外婆嘛 外婆 那外婆就会觉得 我当我回去跟她讲的时候 我就因为外婆 我才 其实那时候有很大的反省 我觉得说原来 我从国小那一刻 放弃自己的语言开始 一直到后来大学回去找她 其实跟她关系也有点 变化疏离 过程当中 你有想说外婆有多 多痛 她好难过哦 她一定很难过 我想到这一点都会很难过 对 我觉得你讲的很对 因为我父母是山东人 我以前小时候都觉得山东话好妥哦 对不对 会觉得自己好像不应该讲这种口音 对 但是其实我会讲 真的 可是当他们公开 在公开场合奖的时候 我就觉得 嗯 这不好听 但是那是你的母语 可是你 因为你有天赋异禀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族语 创作成为专辑太阳月亮 然后你又参加了电影的演出 对 而且在电影的拍摄的时候 其实是 电影的核心的故事 其实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但是导演呢 把我的演讲这件事情 跟母语这件事情 的内容把它放到电影里面去 然后这一段也是很多人都觉得很感人的部分 是很催在意的 对 这段很催 因为这个不只是一个 阿美族他成长的一个孩子 他跟族语之间的切割 跟回来认同 还有拥抱 可能是每一个族群恐怕都有这个问题 因为所谓主流社会 它有一个虚拟的价值在那里 但你又回到了真实 这个其实跟台湾社会的 培养新长最近讲的转型正义也有点关系 对 对啊 教育语言 文化其实都是转型正义也很核心的 阿若的经验告诉我们 他的民族对原住民真的对不起 小时候上学还被欺负 对啊 因为我小时候 我还上过吴凤的故事在教科书里面 然后呢 对 然后他就默默的被拿掉了 对 到底吴凤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假的 对啊 他是虚构的 对啊 而且他就是为了来告诉原住民 原住民其实是 因为吴凤其实在州族的 那时候他到州族里面 他自己是一个奸商 对啊 他就是骗取 对 骗取很多的东西 因为他是口义官 对 对 然后他也骗取了很多 比如说因为口义 因为什么 然后他就 他就自己囤积了很多的财产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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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一直 然后他欺负 呃 山上的妇女 所以因为 因为这是最后的 那个导火线 所以 然后 当时 周族人 人家把而且 造成 恩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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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就是 呃 那时候的 被 Damn Elon Musk 被执政者好了 ¿ responsibility as well只需要 那是什么词 就国民党执政者 执政者那时候就塑造了一个 吴凤他是一个画翻的 对 对对 开山斧翻的 牺牲的英雄 所以你自己从小也在认同里挣扎 我非常矛盾 阿洛本人就证明了原住民的转型正义多重要 蔡英文总统的道歉是多么的具有历史意义的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收听Coco早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这些族语的歌曲 这些族语你是用记忆还是用 怎么学去用罗马拼音还是用交谈 用你的灵魂深处去把它 嗯 摩语它 其实它之前是用罗马 我没有罗马拼音嘛 那但是其实你光是用罗马拼音学 其实你没有那个口音 其实是不对的 后来我去跟 我去做了很多天 我去找很多老人家学母语 对 然后 然后呃 这首歌的创作的背景是因为它 那时候我去爬阿美祖的圣山 嗯 阿美祖有一个山就是 传说祖先的登陆之地 然后爬到了山 我去爬了四次之后下山的时候写的这首歌 嗯 就是都有啦都有关系 就是有有有努力也有田野 然后也有经历过很多事情 我们今天在现场请到的是 原住民电视台的节目 呃制作人呃也是主持人 他非常的才华横溢 他出了太阳月亮这张专辑 而且也是太阳的孩子 呃这部电影的呃 呃最佳是个新演员嘛 对不对 嗯 从阿洛的身上 我的感动是 他这个呃 在身份认同上的这种转折 嗯 跟痛苦的挣扎 跟最后悔到的满足 就代表了 其实就是台湾这个社会 对原住民族群的某种压榨之后的一种 转型正义 嗯 在你身上有一种温柔的 嗯 这个呐喊 对不对 嗯 温柔的呐喊 我喜欢这句话 对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叫温柔 就是可以 我觉得活得更有尊严的方式 就是把自己 活在那个文化的路上 吃过去 呃 原住民所受到的这些种种的 这个歧视的待遇 或者说这个政治上的 或者是任何经济上的这种打压 嗯 他一直散落在不同的 呃 这个 呃 角落上 嗯 然后原住民的同胞们也都有不同的声音 其实在访问你之前 我对于8月1号 蔡英文总统的 原住民 这个 呃 他在总统府里面的这种道歉日 我的感受没有那么深刻耶 可是经过你这样讲 我是觉得 他确实这个动作还是蛮必要的 嗯 对 呃 我觉得 台湾的历史上面有这一刻 其实是一个 对 很重要的一刻 所以你的原住民的 对 嗯 大部分的同胞都认为 很重要 只是当时典礼怎么进行 恐怕有人有不同的想法 对 对 就是呃 疑事 呃 我觉得那个就是 由上对下 嗯 还是 就是说道歉这件事情是对于整个历史的 的 还有在台湾的这土地上原住民的流亡 对 然后还包含了就是错乱 这个被歧视的过程的一种正义 对 一种 一种 有一种表示 他代表一个执政者的领袖 但是我觉得重点就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他要如何设计让原住民成为 嗯 我们说原住民 当初1984年原住民从三地人变原住民 就是我们认为 高山祖 原住民叫做原来是住在这个图 原来的住在这里的主人 对 就是怎么会有道歉的人跟主人 叫主人来排排站 然后握手 然后敬礼 对 那这个其实是有点本末导致 嗯 那对很多原住民主人 你表现那个主体性应该是要 嗯 你应该要知道说 道歉道歉的那个位置 嗯 而且就是说 你要让被道歉的人 他们能够真的充分的 嗯 展现他自己应该有的那个形象 我觉得应该是这个 这个道歉应该是 嗯 所有的这个非原住民人士 特别是汉族人士 呃 大家应该共享的一种文化上的 一种传承的资产 嗯 阿洛自己其实就已经 努力的 今天的蔡英文的道歉 阿洛的努力应该也是 推动的力量之一 因为你们拍过电影 对不对 太阳害 对 太阳害的的确有一些影响 嗯 虽然 在台湾他可能跟主流的环境 当中来讲 对 他其实 嗯 我们就说主流的媒体有时候 他们可能不会去 对 就很容易刻意忽略原住民的东西 对 就像 嗯 因为他的政治权力不是很大 而且这个很多的原住民的选民早年都被国民党洗脑 然后这个真的这个是一个滥伤 对不对 或是利诱 真的是很很 那你的太阳的孩子 太阳的孩子 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你为什么会去参加演出 太阳的孩子 他在讲一个花莲 就是花莲县 封兵的港口部落 那个部落里面呢 就是有很多阿美族的土地 在早期呢 就已经被国家收为国有 哦 就这样很多地方都是这样 对 然后但是 那但是这些人都还是居住在 就是你很有趣就是说 你的家被收为国有 你看我们在台北市 我们在台北市 每一个地方他都有产权 嗯 对我们中校东路 中山北路 每一个每一块每一比例都有产权 可是我们原住民活在这个土地上 我们最早来这边 我们没有一个地方有自己的产权 你们主线没有地契吗 我们就是我们的土地 因为那就是你们自己生长的地方 我们而且我们还活在那边哦 就是你问部落里面的人说 你在这边他在那边工作很久 可是呢他没有他没有他没有产权 他没有地契 然后怎么样去申请国家就说 就是他们的 然后要不然就是怎么样都不会下来 那个土地 这是一个非常 非常非常就是你知道就是 霸就是霸很合理的霸占了 原住民的土地 然后一直都没有回来嘛 然后最造成原住民的人 就是你看就是结构性 他非常的破碎 然后这个故事在讲说 有一个妈妈 阿美族的女性 她的名字叫 她现在还 还就在部落 她为了不要让族人 因为以前是这样 就是部落人 要种田 然后你种田 你才会 你有收割了 你才会知道 要开始 要开始卖米 然后你才会觉得 土地是有价值 可是当部落里面的人 不再种田的时候 然后开始觉得 土地可以受到很多的利用 而卖掉的时候 可以赚取一笔钱的时候 那土地就卖掉 卖掉了土地之后 永远都拿不回来了 然后 那阿美族生存的那个范围呢 他也会被这个土地私有化 或是被土地的收购化 然后我们以后的生存 生存环境就会不在了 所以他那时候就觉得不行 部落土地不能一直这样子被卖掉 被财团 因为财团的钱太多了 他会让你一辈子都看不到的这么多的钱 他会一下子把你的土地整个收购 这个整个部落就没了 有人也会被利用接受嘛 当然当然 这一定的 所以这个妈妈就 妈妈就决定带了部落里面的人来种田 在那个声称已经被国家征收 国家产权的地方去种田 对他们就种田 然后部落人就当然面临到很多 就是说到底种田会赚钱吗 你保证要收购吗 那这个种田可以当饭吃吗 就是说我们可以活得下来嘛 而且那个土地还要 那个还是国家的地 那我们还可以种吗 之类的 这是非常很荒谬的事情 但是他还是做了 然后现在就 所有的人 所有人就是很感动 那这个导演呢 他就看到这一件事情 他就觉得说 这是台湾土地里面的故事跟力量 他觉得我们台湾 其实很快很容易被 被所有的资本所击垮 但有一些美丽的事物 有些美好的事物 他是 你觉得你坚持的话 他就可以把它留下来 对 所以就拍下来一部电影 就拍我一部电影 然后我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 因为导演在找选角的时候 他看到我很多的背景 他是听到我的歌 对 他听到我的歌 他是觉得 从我的歌跟歌词里面 他看到了 就是刚才Coco前面讲的那个 温柔的坚持 对 温柔的那个部分 我觉得你好累 你的所有的呐喊 或者说你对于很多事件的 所谓灵魂深处的矫正 并不喧哗 也不吵闹 谢谢你 你是透过你的歌曲 透过你的电影的演出 还透过你个人 你提到你的家族的时候的那种 温柔的骄傲来呈现 其实今天他带的皮包 那你这个皮包是 外面的图像是阿美族的图腾吗 这是泰雅族 哦 是泰雅族的图腾 我后来越来越觉得 我自己原住民的东西 其实就是很棒的一种 小时候你会根本都不在乎 你觉得 对啊 我当然小时候就会 会很多的时候 会迷失在很多漂亮的东西 流行啊 品牌 对对对 可是我越来越知道 跟着所谓的主流的 文化的人 现在你又回过头来 我每天都会在不断的告诉自己说 我要怎么样 更看见自己存在的样子 还有就是 我的祖先创造我这个样貌 我应该活出这个模式 你这个样貌是非常的得天涂厚耶 真的吗 哦 深邃的这个眼睛 高顶的鼻子 而且非常非常流行的嘴巴 封唇 对 这个你是阿美族的代表 没有没有 幸好阿美族 这个找回了阿洛 没有 我一直很努力 希望我们有更多人听到族语歌 像你的族语的歌曲 一般的这个歌手 他可能会唱一些 主流流行音乐文化的歌嘛 那族语的歌曲 其他的市场 应该不像 这个主流的流行音乐歌曲那样 这也是某种程度的挣扎 因为我们知道阿美族的歌手里面 最知名的 近几年是阿美 阿美 阿美是北南族 应该是阿令 阿令是阿美族 阿美是北南族 然后张雨生的妈妈是泰雅族 张正月是阿美族 阿美族人脾气都还蛮 张正月也是华莲人 最后一分钟 我们怎么看原住民族群 现在在台湾 当转型政已经来了之后 它必须成为 一个部分的一个角落的 回到正统文化 其实我觉得 未来你们的使命跟任务 非常的强大 因为总统道歉之后 你们不去 努力的再把它扩散出来的话 那只是成为一种政治仪式 没错 下一步 为了不要让它 只是成为政治仪式 其实我有两个渴望 第一个渴望就是说 我觉得国家 蔡英文所代表的 这个民党政府 可以真的把那个高度 就是因为她现在在成立的 真相调查委员会 那我觉得这个委员会 最重要的部分是 她要充分的调查权给原住民 我觉得 你要有调查权 你才有办法把那个真相 能够回复 就是你欠的土地 你该还的 你要有效的来去掌握 你就是你要道歉才有意义嘛 你不要让它变成实质的 我觉得这个是调查权的位阶 原住民内部的孩子们 他们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 这个台湾的历史不是四百年 原住民的历史在台湾是超越四百年 你要先首先要认同自己存在的价值 然后再过来就是 要知道历史的所有的脉络 比如说要活在自己的文化的道路上 你才可以很有尊业 我觉得尊严是要自己知道你是谁 喜欢自己的家族 喜欢上天给你的这样的一个DNA 阿罗是一个非常有自信跟思考的能力的一位女性 但是她也谈成她从小到大 有非常多的心灵的挣扎 其实不止你 可能恐怕很多人都在身份认同上面 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可是回过头来 她找到了自己的灵魂 所以要听你的族语的这个歌曲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族语 族语就是你的母亲 就是你的生存的灵魂的核心 非常谢谢 今天好高兴 谢谢 我很高兴 谢谢 邓马洛有这样的对话 好感动 带来花莲玩 好 我们也希望 将来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能够到花莲 跟各个的不同的部落 的这个 有才气的年轻人来对话 同时 我跟大家保证我们的节目 也会对原住民的转型争议 持续的监督最终 谢谢 谢谢 谢谢